議長公管大門深鎖 眉扇窗戶的窗簾拉得密布透風 另外 屏東縣議長周典論的住家 還有服務處和議會議長辦公室 相關人員全都低調封口 你問早上有沒有地檢署者來這裡 不好意思講 走了啦 25號大清早6點多 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帶著調查局幹員 繽紛七路大動作搜索周典論的相關住宿和辦公室地點 為屏東縣政壇拋下震撼蛋 11月26日 11月19日執行兩波搜索 向法院申請羈押被告四人獲捲後 持續追查共犯 郭台銘11月24號宣布退出總統大選 但後續影響於波盪漾 按企業的CEO 並變成台灣的CEO 好嗎 周典論力挺郭台銘緊密互動的畫面 烙印選民心中 一起關心養殖業者拼人氣 參加郭台銘成立的主流名義大聯盟參會 郭台銘到屏東 周典論更是以東道主身份貼身招待 協助舉辦屏東的萬人晚會 我走我 走的路 我只要走下去 挺郭不遺餘力 但10月檢方收到民眾舉報 潮州鎮有人以每張兩百元的價格收購民眾各資用於連署書 當場查獲了數十份連署書 因違反選罷法 第一波收押禁見了三名被告 11月19號針對潮州鎮長周品權搜索約談 同樣遭到收押禁見 如今延伸到了議長周典論 和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女兒周慕容 這是一個司法的過程 那也相信說司法一定也會還給我們一個清白 解調搜索後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約談周典論婦女 道案說明 釐清案情找真相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莊惠琪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